大家好,我是林森,欢迎我的频道 今天是一个蓝色系穿搭 因为之前旅行穿搭出太多了 大家反应不够日常 所以这一期先来一个日常的哦 这是一个长款夹两件的一个连衣裙 下车我们搭配一个黑色小皮鞋和白袜子 如果你想要上你精致一点 可以戴上一个这种 有小皮叠结的白袜子 如果咱们还是日常的话 还是就穿一个普通白袜子就行了 包包也是选择了一个这种 经典的黑色皮带的帆布包 这个裙子真的就是经典 但是又气质 大家看它这个版型超级显身材 上半身拼接这个小衬衫 它还有一个荷叶边 就是啊又有点少女的感觉 外套我是选择了一个这种同色系的 也是一个灰色的丰衣外套 感觉就是啊 非常乖乖的好学生 然后又有点学实的那种感觉 谁懂我一下 这个裙摆的长度也是非常完美 刚好结在我们腿最细的地方了 而且这个丰衣的长度 刚好比里面的裙摆只短一点点 这两个就真的绝配啊 近看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裙子它受邀的这个剪裁 真的是非常好 就很自然 一点也不夸张 为什么我这个语气平缓起来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比较聪明 显得我比较聪明 第二套咱们就是不太日常啊 咱们这个轮流来轮流来 配了一个这种 哎有点芭蕾感觉的袜子 还有一个超级无敌高的高跟鞋 连一群有点那种小偶像打针服的感觉 所以我加了一个这种哎就那种 懂我意思 不好意思我是这个 意识流传大博主 如果你想要更精致一点啊 它原配还有一只个腰疯 把咱们这个小抽绳衣技啊 又加入了一些古典美 超级完美 身材好许戏 这个裙子原本还配了一个抽筷 那个也特别好看 但是不要搞丢了 不要搞丢了 然后给大家看 不穿那种极端增高鞋啊 咱们这个比例也是非常好看的 只不过没有那么筷子腿啊 但是也很好看 当然不是让大家穿着有拖鞋的意思 我只是我爱穿而已 第三套啊 back to咱们日常 有一点小压压的感觉 上身是一个这种 上蓝色的宽松的T恤啊 下身搭配这种有点压压的小群群 再搭配一个铜色系的这个腿套 我真的觉得这个腿套拉链服 非常的玩玩 再戴上一个牛仔的小帽子 这个小帽子像猫猫耳朵一样 特别可爱 感觉这套很适合大家穿去 翻跳那种女团舞什么的 特别青春活力 为了颜色不要太重复 所以包包选择了一个浅色一点的牛仔包 如果你想更加日常 咱们就不带帽子啊 包包也选择一个这种 大容量的一个黑白奶牛包 哦对啊 这个裙子虽然看起来短 但里面是有自带打底裤的 大家可以放心 近看我们的衣服 它是胸口正面有图案 这样就不会被我们这种头发挡住啊 然后可以镜子里面看到 我们这个背面也是非常好看 OK赶紧进入下一套 我们先换上一个白色的小群群啊 它是一个蕾丝的多层的蛋糕裙啊 非常精致好看 而且里面是有自带打底裤的 可以放心 其实如果到了夏天 咱们就直接穿一个吊带 一身白色就可以穿出门了 装的非常清凉夏日的感觉 但是sorry 我们现在还是春天 所以我们穿上一个蓝色的小开衫 然后这个裙子的长度 你也可以自己往上提哈 往上穿一点的话会更加显腿长 因为这套是更加精致少女感的 所以换上一个小皮鞋 这个鞋子真的鞋型 很像那种芭蕾舞的感觉 超级优雅 但是它跟比较低啊 大家慎重考虑 袜子也是换了一个这种 有点蕾丝皱皱的袜子 然后这个袜子是米白色的 其实我觉得应该买白色 我建议大家去买白色哈 上身也可以搭配这种长袖小上衣啊 我其实之前练普莱提的时候 买了很多这种 现在都可以给它穿上咯 如果想要更加日常 我们外套就穿上一个这种 有点可爱 有点日系萌萌小女孩的这个毛衣 它这个领口是有点那种 海军翻领的感觉 特别特别特别可爱 再搭配上咱们的蓝色通包线 只完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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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裙子的长度 真的是非常安心的那种 就是不管你跑跳 或者怎么怎么样 它都不会露出来 当然如果你不爱露腿 咱们就穿上一个白色长裤 它是有点垂感的这种 然后跟我们的外套是同一个色系 是有点偏米白的 我们一套穿上就是非常日常可爱 又是萌萌宝宝 然后又背上我的腾包 但因为我觉得越矮越可爱 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 不穿增高鞋的效果啊 我感觉这样会更萌 就是矮矮小矮矮可可爱的一小 而且穿着非常舒适 比较适合穿着窝仔就好 同理啊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风格 你在外面穿上那种宽松的 像那种chance chance的大卫衣 也是一样的效果 OK马上进入最后一套 首先上身穿上一个 我最爱的这个白色小短袖啊 配这个裙子也很好看 最后再戴上 我最近超级超级喜欢的这种头巾啊 我拍的时候 装的一直蠢蠢欲动 但是以为戴上 就会搞乱这个发型 所以是安排到了最后一套 这个牛仔裤 我觉得配深色和浅色 都是不一样的好看 所以先给大家看一眼深色的 依旧是我经常穿的那个牛仔裤啊 因为真的很好看嘛 没有必要买新的 然后我买的是家常款的啊 因为我喜欢这种啊 堆堆的有点松弛的感觉 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然后外面又是穿的 我最爱的这个毛衣外套 对不起 我穿得很喜欢 为啥那么喜欢 因为它特别适合 网上挂我的小娃娃啊 然后这个外套啊 它确实容易从肩上滑下来 不是大家肩膀的问题啊 但是因为我觉得滑下来也好看 好了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接收了 如果大家喜欢视频 记得住一键 三连当评 这是我 本期视频随的链接 大家会跟随在我的微信公众号小链书W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